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莉小舞 蘿莉兒 今天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怎麼刷睫毛膏的 如果你們看我現在眼妝應該有發現到 我的化妝技巧是不是有進步 我有在慢慢的練習 然後抓感覺 先介紹睫毛膏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搬了新家之後 我的睫毛膏櫃 這個其實就是我的化妝櫃 然後我的睫毛膏是放在第一層 第一層裡面 左半邊 這是我的睫毛膏 那我就挑幾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來跟你們分享 在還沒有介紹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從中間到後面開始 越來越少分享一些開架或是去唇式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以前的時候是有正職工作 然後再加上YouTube的頻道 然後你們看我出片率那麼高 但是我是有在上班的 我是在做就是CEO旁邊的特助 對 所以其實要了解 要懂得非常多 加上我要額外的拍片 那為什麼以前會常常分享這些開架小屋呢 第一是因為小時候沒有錢 沒有辦法買很貴的東西 第二就是我每天上班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屈城市 所以我每天都會逛屈城市 或者是逛一些美財 我下完班之後 我就會從內湖搭到士林 去等我媽下班之後一起接我回家 那士林裡面 你知道士林一號出口 那邊就有一個康市美跟屈城市 所以呢 我就是每天晚上跟早上都在逛屈城市 我才會有這麼多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那自從我搬到新裝之後 我就會很少去屈城市 有分享一些開架的事 或者是有些廠商寄公關品給我 或者是有一些合作上面 我覺得好用 或者是覺得不錯的 才會分享 但是現在我發現我做指甲 旁邊就有一個屈城市 所以我每個月現在都可以去屈城市一趟 我就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些東西 因為我今天就是去做指甲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新指甲 很可愛吧 我今天做完指甲之後 我就去逛屈城市 因為我真的是炸酒沒逛 你知道我去年逛屈城市的時間 一年大概只不超過五次喔 我以前是天天去 但是你們現在真的不用擔心 我前面幾個影片 我有叫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意見給我 我才可以去找回以前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人很容易受到生活習慣啊 或者是一些改變 然後影響自己原本最想要的初衷 加上我中間又有一些低潮方面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的原因 但是現在不用擔心 我回來了好嗎 我回來了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睫毛膏的部分 剛剛我不是說到屈城市嗎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去屈城市拿一下 反正我就是買了一堆感覺好像還不錯的東西 我買這一袋差不多3000出頭 對你們看我買了多少東西 我是想要先試用看看 如果真的是不錯的話我再分享 或者是你們推薦的開架小物也可以分享給我 這在我先收到旁邊 我就是慢慢的先試用 然後先露出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先來看今天的重頭戲是 睫毛膏 首先呢我最喜歡的睫毛膏就是 Kiss Me的睫毛膏 我覺得它刷起來感覺非常的輕盈 因為有一些睫毛膏 擦上去的時候你的睫毛就會垂 加上我原本的睫毛是屬於比較垂的類型 所以在挑睫毛膏的時候就會非常的小心 以前在買睫毛膏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睫毛的特性 很多時候我都會買到那種刷起來 然後很快一整天下來就塌了 但是你們現在看一下我的睫毛 我的睫毛是從早上刷的 然後一直到現在是晚上快9點鐘 我的眼睛跟眼妝完全沒有脫妝還有暈染的狀況 加上你們有看到 其實Kiss Me刷上去之後 它的翹度它是不會垂下來的 它就是我覺得這隻睫毛膏非常棒的地方 我一開始在用Kiss Me睫毛膏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這隻是到超級好用 我是差不多用到三四次之後 我才覺得它好用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排的睫毛膏 剛開始用第一次的時候 都不是這麼的好用 因為它的刷頭都還是太濕潤的 比較沒有辦法沾附在睫毛上 那差不多要用到三四次之後 才會覺得慢慢變得好刷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 Kiss Me這隻刷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吧 那我平常會用刷睫毛的工具 就是先有一個資深堂的睫毛夾 這睫毛夾真的是我從以前到大化妝 用過最喜歡的睫毛夾 然後這個也是在屈城市買的 也是一百多塊很便宜 把睫毛夾翹之後呢 我就會用Kiss Me的這一隻 來畫睫毛膏 我發現我在刷睫毛的時候 我試了好多次 我覺得直直的刷 反而比較不會有結塊 或者是刷得很不乾淨的 刷到後期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點結塊有點乾 所以呢 Z字型刷的時候 我的睫毛就是看起來 一塊一塊很不乾淨 但是我這樣子很順順的刷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有根根顆粒非常漂亮 刷完上睫毛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第一層之後呢 我會加 你知道刷睫毛膏就是最怕大噴嚏 我本身的睫毛是屬於長 但是比較沒有這麼的濃密 我希望它再更濃密一點 就是眼睛再更有神一點 因為我覺得西數的睫毛會讓眼睛看起來空空的 因為我眼睛蠻大的 那幫助我睫毛變濃密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戀愛魔鏡的 它是算打頂睫毛膏吧 然後它是白色的 戀愛魔鏡這一支 我是拿來增加濃密度的 就在剛剛刷完第一層 Kiss Me那層睫毛膏 第二層呢 我就會用戀愛魔鏡這一支 它就是幫助我的睫毛 再更加的濃密跟捲竅 如果我還要讓它再更長一點的話 我就會用這一支 這一支是杰洛尼絲的 你們知道我就是一個 非常容易受到Facebook或者是IG上面 那種很浮誇的廣告 我就會想要買來試試看 到底是真的好用 我就買了這一組 那個影片的睫毛刷起來就是超級爆場 我就是想買來試試看 那他們的睫毛膏是溫水可泄的睫毛膏 刷起來是真的有像影片那樣子 可以刷到非常的長 但是我覺得刷的技巧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第一次在用的時候 我刷的超爛 就是刷不出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你自己睫毛今天刷的也太醜了吧 我覺得要用那種分開類型的睫毛膏 你必須是要非常會刷睫毛膏的人用會比較好 但是它真的效果是有像影片那樣 是可以刷出非常常用非常美的睫毛 因為我會用燙睫毛器的關係 所以我都不太能用溫水可泄的睫毛膏 所以我今天就不特別介紹捷路尼斯的這一款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我在特別的在拍這個影片給你們看 那這支小隻的捷路尼斯 我會拿來用的原因是 它可以幫助我的睫毛再更長更鮮長 對它是這種乾式的 那這個時間點是在什麼時候用呢 我們先來看看下面的影片 使用實際呢 就是在剛剛我擦第二層戀愛魔鏡的那支打底膏之後 馬上的再沾取這個乾式的纖維 因為這種乾式的纖維 一定要你的底層是要有一點濕的狀態 它的這個纖維才能沾附在你的眼睛上面 刷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再上一層 剛剛Kiss Me B層上的睫毛膏 就是把白白的啊 還有那些纖維把它刷長 刷到沒有這種白白的感覺就可以了 奶奶奶 先看我的左眼跟右眼 是不是有刷睫毛膏對於眼神的幫助非常的重要 兩支眼睛刷完會像這個樣子非常的綻放 濃密又鮮長 反正這是最近我刷睫毛膏的方式 每天呢我基本就是用這三支來畫睫毛的 對 非常的多支有沒有 就是一個增加濃密度 一個又是再更鮮長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刷睫毛 是要慢慢練習的 以前我也沒有像現在刷的這麼好 或者是很會運用睫毛膏這種東西 但是現在我慢慢抓到一些小技巧之後 在刷睫毛的時候就會比較乾淨 然後又更鮮長更濃密這樣 還有一個是我朋友他在賣的睫毛膏 他問我說可不可以幫他分享 我就說我要先試用看看好不好用 覺得好用我才會幫你分享 然後第一次我在用的時候 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睫毛膏很不好用 我直接跟你賣好了 就是這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叫滴滴貓 對 我不知道是哪裡的牌子 反正是我朋友在賣 他刷起來的感覺效果很好 然後也請非常多的美女推薦 然後刷起來感覺 你們會覺得說哇他刷起來真的是這麼厲害嗎 真心的分享 我不會因為是我朋友我就說話好不好 我是真的每一次我在分享東西 我都是很認真的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我剛剛在用這兩支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爆難用 因為他的這一支大支的 這兩支也是一個是乾式的 一個是濕式的 現在很多睫毛膏都是做一個乾的一個濕的 你先擦完第一層濕的之後 然後再擦乾的上去 等他稍微有一點乾的時候再刷一層 就是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睫毛就會越刷越長 越刷越濃密這樣 我覺得這一組滴滴貓的睫毛膏 比較適合那一種 你真的真的真的超級會刷睫毛膏的人 你如果是超級會刷睫毛膏的人 你會覺得這一支非常的棒的原因是 因為他真的鮮長跟濃密的效果非常的好 他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不是那種很小心的人的話 你很容易就擦到崩潰 你很容易就會覺得說 幹這支也太爛了吧 就是這麼直接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慢慢刷的話 是可以把它刷到非常長 然後非常漂亮的 你們也知道我自己化妝的手法 不是到非常的好 然後每天的手感化妝也不一樣 所以 我每次在用這一支睫毛膏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害怕 因為我很怕說 我今天手感不好 我整個妝就毀了 要全部卸掉重來 有時候又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手感好的話 刷出來就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反正這一組 我沒有特別想分享的原因是 真的很容易失手 非常不適合新手 只適合很會擦睫毛膏 或者是你在化妝的時候 很細心很小心的那種人 可能是我個性比較急躁的關係 或者是比較沒有什麼耐心在化妝上面 所以 我就是那種很快速化妝的人 我就沒有辦法很慢慢的化 對我來說 這兩支就滿不適合我的 那這個小的我偶爾會用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乾式 又跟剛剛傑洛妮絲的不太一樣的是 它這個纖維是黑色的 滴滴貓的呢是黑色的 那傑洛妮絲是白色的 但是為什麼我個人比較喜歡用白色的原因是 我覺得滴滴貓它的纖維 真的是非常的多 然後又非常的濃 很容易就是會勾太多這個纖維 但是傑洛妮絲的這個是 它刷頭上面的纖維 不會像滴滴貓的這麼難控制 對這個是各有利弊啦 就是看你怎麼刷睫毛 你的刷睫毛的習慣 好一樣如果你對這兩支有興趣的人 想要看這一則影片的人 麻煩留言給我知道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那防水睫毛膏的部分呢 我還有一個喜歡的是戀愛魔鏡的睫毛膏 它們睫毛膏也刷起來非常的根根分明 然後我覺得比Kiss Me這支刷起來 還要再更濃密一些 因為有時候會用Kiss Me的霜下睫毛 然後戀愛魔鏡的刷下睫毛 但是我今天的眼妝是用Kiss Me的啦 不過偶爾的時候想要讓下睫毛看起來 再更黑更濃密一點 我就會用戀愛魔鏡的 那這一支也是仙長 我買任何的睫毛膏都是買仙長的 Kiss Me除了黑色的睫毛膏之外 我還要買咖啡色的睫毛膏 咖啡色的睫毛膏刷起來就是比較自然 比黑的還要再柔和一些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讓你眼妝看起來 像現在我眼睛這麼綻放這麼強烈的話 你就可以用咖啡色的 然後還有兩支我自己非常喜歡 是溫水睫毛膏 Déjà Vu的紅色大泡 這一支也是非常多人很喜歡的溫水睫毛膏 因為它也是跟Kiss Me一樣刷起來 很鮮長 然後也是根根分明 持久度也不錯也不太會暈染 重點是它的鮮長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這支也是算是大家一致公認 非常好用的睫毛膏 那另外一支溫水的呢 我也蠻喜歡這個是 Merset的 我以前去屈城市的時候逛街 欸他們出新的睫毛膏 出了深藍色跟九紅色這一個 我就買了九紅色 只是試刷一下 它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它的鮮長跟刷起來感覺也非常的棒 那為什麼最近我不用溫水睫毛膏的關係 是因為我有用燙睫毛器 真的覺得燙睫毛器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真的會讓你整個眼妝再更綻放再更加分 如果你沒有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以前是用 好像是買一百多塊在SASA買的 但是現在SASA是不是已經退出台灣了 所以可能也找不到那個牌子的燙睫毛器 我也不太能跟你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比較便宜的燙睫毛器 中間呢我後來又買了插電式的 很多人推薦的燙睫毛器就是王銀橋老師的 我忘記它的價格好像是 是九百多塊還是一千出頭 我有點忘記了 這也是我好久以前買的 它是可以用電子的也可以用插電的 它是兩種類型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因為我都在家裡用 所以我都是用插電的 如果有買這一支的人 真的要非常小心用 它燙睫的效果真的很棒 真的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它 通常燙睫毛器就是在我擦完所有睫毛膏之後呢 插電之後等預刃完畢之後 就可以立即的往上燙 這樣子你的睫毛就會再更綻放更訣竅 但是也是因為它非常燙 所以要很小心的使用 要不然很容易就燙到眼皮 那如果你們覺得太燙的話 可以加熱到一個程度時候把電源關掉 用餘溫去燙也OK 就是比較不會這麼的危險 一直維持在非常高溫的狀態 反正這就是我最近使用的燙睫毛器 是這一支 反正這就是我最近使用的燙睫毛器 是這一支 對 如果你們有知道一些便宜的燙睫毛器啊 妝電池的那種也可以分享給我 然後真的有任何的意見或是留言 或者是你們有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歡迎留言給我喔 好啦這是我最近的睫毛膏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呢 記得在影片底下 要留言給我或是我的粉絲團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鎖定最近影片記得開啟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恰恰恰